放往 推后场 小带赢了 小带打爆了对手啊 这是2022年马来西亚大师赛 屡单第一轮 这场比赛戴智颖的状态也是非常出色 仅仅耗时24分钟 轻松就击败了对手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局比赛戴智颖就开始爆发了 接发球直接就变角度 这种球有点像李仲伟的激发球 小带面对他的进攻打架是比较从容的 小带又是一个放网啊 太轻松了 仅仅一个假动作放网 得分太轻松了 对方的移动速度和防守能力 根本无法匹配小带的强度 再加上小带自己的状态也确实是非常不错 又是一个批杀直线得手 你看这种往前勾对角 周天长的视频我就说了 这种球就是状态好的体现 再来一个PX 11比3结束什么段 其实对方也很想去进攻的 毕竟这个身材适合进攻 但是进攻能力真的一般般 连线的推高远球直接找到机会 PX对角 还是小带的技术好得太多了呀 15是一个事物 奥斯比斯拿到了局点 神有阵的事物太多了 带紧RCVC 轻松拿下第一局 在第一局顺风的情况下 小带都打得这么轻松 那么第二局比分就更加夸张了 你看这种后场球回的多到位 那里都觉得要出界了 第二局反应过来就慢了 对面一顺风就不会打球了 还是技术的差距 哎呀 这个球怎么回事 居然连这都没有打到 小带真的是深来之笔 放网更加的犀利 你看这种打法才是他该有的 后场主动批杀 小带的后场球得注意了 给你杀了一个 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了 你看底线就控好了 逼得对方去想这种调网 那就没有这能力了 再来底线的出界 看到对面的事物就可以知道 小带多强了 这个球不应该啊 对方都已经倒地了 结果自己失误了 又是一个推底线的手 小带打得太轻松了 深有阵想守往口 小带直接推后场 往前再批杀 一个高手肯定会随时判断 对方的站位 又是底线的事物 这就是顺风的影响 稍微不到位 就是出界 10比3了 批掉往前 再拿一分 你看对方还在左半区 小带直接给他右半区回球 小带这球失误了 面对对方的批杀 小带直接轻松一个放往 这有点杀人诸心啊 我一个批杀 理回的这么轻松 其实神友在有些球打得还是挺好的 比如说这种球落点非常刁砖 小带也不好接 但是小带的落点打得更加好 神友正前脚刚往前走 小带立马推后场 又是想披杀这个对角 有点勉强的 哇漂亮啊 小带这个反派的回球 真的是厉害 再来往前的失误 连续两个失误 小带拿到了赛点 最后小带又是一个推后场得手 21比8 签手拿下比赛 这是第一轮比赛 比方差距最大一战 对手两军连20分都没有拿到 这不仅仅是实力差距大 更重要的是小带的状态非常好 场地和双鬓都没有影响到他 这样的状态 我之前还说夺冠有点难 现在看来是希望打争了呀 就是这些不意大 是不是 我可以让你带来 我可以让你提供出的 我可以让你带来